三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全部都是因为蛋白质缺乏 你如果有三高,其实我们社会中有三分之一的人都三高了 不用问也知道 我刚本来要问在座有没有三高的 不用问,太多了 你有三高的话,你补充蛋白质 你会发现可以改善 再来肥胖也跟蛋白质缺乏有关 因为当你缺乏蛋白质的时候 你的脑中会感觉到你营养素缺乏 因此它会下指令去让你吃东西 我们人会有食欲,会嘴馋 是因为大脑中处发出一个讯号让你去进食 这个讯号是来自于你缺氨基酸,缺蛋白质 可是大脑没有这么精密到说 发出一个讯号叫你去吃蛋白质 你就是想吃就对了 所以当食欲发生的时候 你就吃面糕,吃饼干,还有波卡洋芋片 通通吃淀粉 最后,你该得到的那个蛋白质营养没有得到 但是你摄取了一堆碳水化合物,所以就发胖了 所以缺乏蛋白质的人会发胖 再来,缺乏蛋白质的人会手脚冰冷 因为缺乏蛋白质的人,肌肉一定不会发达 而肌肉是人体最重要的制造热量的器官 人体会维持体温 是因为肌肉在制造吗? 各位,你知不知道什么 我们为什么人是37度啊? 人体所有的体温是肌肉细胞制造出来的热量 供给全身使用 人体没有其他的部位在生活的 热量都是肌肉 所以肌肉含量低的人,手脚就是会冰冷 再来,缺乏蛋白质会引起忧郁跟失眠 因为刚刚有介绍那个色氨酸不是吗? 你的血清素跟你的吞黑激素都是由氨基酸制造来的 而色氨酸是食物里面常常会缺乏的东西 所以你成分不够,原料不够 制造出来的神经传导物质不够 也不只是水清素 还有一大堆肾上腺素多巴氨这些东西 还有吞黑激素都是跟氨基酸有关 还有再来,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因为人体无法吸收钙质 不是因为你吃的钙质太少 有的人即使每天吃钙片,他还是骨质疏松 因为你吃的钙没有吸收 最后都得圣结石,去做振波碎石 因为你的钙没有吸收,全部从尿液排泄掉变成结石 最后你还是得骨质疏松 关键就在于你缺蛋白质 因为把钙离子运送到细胞内 需要靠一种特殊的运输蛋白 你缺乏了,所以你骨质疏松 还有你贫血是因为你缺铁 但是也是要运铁蛋白 再来失智症,因为脑细胞萎缩 第八个,肌肉减少症 就是不用讲了,肌肉的主成分就是蛋白质 你让你的肌肉减少,你就会不想运动 你就会不想爬楼梯 你运动量越少,你的肌肉量就会越萎缩 这变成一个恶性循环 然后你的肌肉量再少,你的心脏就会坏掉 因为肌肉收缩可以协助血液循环 是登在国际著名的一个学术期刊叫神经治疗当中 科学家发现一种钛 这是氨基酸的名称 这四个串起来是不是叫氏钛 这个氏钛可以治疗癫痫 有些人有癫痫发作,我们去吃抗癫痫药 其实太本身就是药 他穿过血脑脏壁以后直接抗癫痫 以后这个药可能会被申请为这个药物上市 但他还要经过很多什么临床试验的程序 所以你不能说太可以治病 但是太的确可以治病 这话是很矛盾 再来最后一个问题 有人问我说癌症可不可以吃泰 可以 癌症是目前最难治的病 大家都知道 癌症目前没有办法治好 其实很多的药物 化疗放疗标靶药物 免疫治疗可以治疗癌症 但是其实世界上唯一能够杀死癌细胞的 只有自己的免疫系统 因为人体的细胞每天都有突变的可能 你可能会接受辐射线 你可能会接受农药 你可能有压力 你可能被自由基攻击 但是为什么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得癌症 因为当你的细胞突变以后 免疫系统会辨认 免疫系统太厉害了 它可以辨认 这个是异常突变过的细胞 我要把它杀死 如果你的这个功能坏掉了 你会得癌症 世界上唯一能够杀死癌细胞的只有自己 所以你要对抗癌症 你不是去找什么药物比较好 你应该去研究 怎么样把自己的免疫系统强化 你才会真的不得癌症 所以癌症患者要不要吃太 当然要 因为太是可以强化免疫系统的东西 而免疫系统到底是怎么样吃太 被强化的 不可能有人知道 太复杂 免疫系统的复杂程度超乎人类想象 你不可能研究出结论 癌症患者的免疫系统故障 所以才会得癌症 而且癌症患者不是免疫系统故障 癌细胞而已 它的营养需求也改变了 癌症患者会死 通常不是因为癌细胞本身让你死 是你的并发症让你死的 因为癌细胞会发生一些并发症 营养不良 会让你免疫系统低下 最后你就是 可能是败血症 可能是各式各样的感染 而死亡 不是因为癌细胞本身 把你这个人吃掉 癌细胞比一般人 癌症患者比一般人更需要吃太 癌症病患的饮食 需要降低碳水化合物 这是现在的共识 如果你有认识癌症病患 务必要请他降低淡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甚至降低到生酮饮食的水准都可以 蛋白质的摄取量要增加 所以癌症患者比一般人吃太的量 还要加两倍加三倍 都不是太多 这是必须的 那癌症患者可以吃脂肪 但是你要去吃这种不饱和脂肪酸 不能去吃饱和脂肪酸 对 这是很重要的观念 小分子太怎么吃呢 谢谢大家